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破碎之都普通难度15回合的基础上 每回合增加了精英生化怪兽 精英怪兽具有更加强大的能力 但是击杀它们后也会掉落珍贵的土井箱 如果玩家能在保持基地75%以上的血量情况下通关 那么还可以达成英雄难度通关的条件 获得更好的通关奖励 请抑郁小城 新增破碎之都困难模式 破碎之都在原有的普通模式上增加 穿越火线全新版本 洋洋总动员 新增全新地图 洋洋牧场 个人竞技模式全新玩法 猛虫大作战轻松来袭 猛虫大作战 与Blitz的战斗还在激烈的进行中 突然天空一道白光滑过 Blitz的时空练习机启动了 但是战士们并没有被传送进黑洞里 而是掉进了二次元的牧场中 这座牧场是Blitz的实验基地 在牧场祥和的外表下 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义 而Blitz的秘密 气则是经过基因改造后的特种羊 在个人竞技模式玩法上 增加了夺取羊的环节 不同颜色的羊会在地图中刷新 玩家通过获取羊来增加分数 最终以得分高者为胜 羊一共分为七种 所获得的羊会跟随主人玩家 并持续给玩家加分 为了奖励在该模式中坚持战斗的玩家 特别推出了蒙宠大作战模式的称号 玩家获得称号后 还可以获得相应的装扮道具奖励 沙漠之鹰 牡丹 手枪中的王者沙漠之鹰 显化中的王者牡丹 两者结合 就是战场的王者 沙漠之鹰 牡丹 AK-47 牡丹 象征富贵繁荣流的牡丹 遇上破坏力十足的AK-47 如何而成这把战场新的王者 Varrett 牡丹 以打造艺术品的标准 打造Varrett 让暴力与美的完美融合 它就是这把Varrett 牡丹 M4A1 牡丹 采用超高工艺雕琢而成的 宛如艺术品般的M4A1 配以花中之王牡丹 成就了这把M4A1牡丹 枪中之王的美誉 毛色 天平座 性能优异 拥有单发 三连发 两种攻击模式的毛色手枪 得到了天平座守护神 暗神维奈斯的庇佑 拥有了更华丽的外观 和更大的弹甲 尼帕尔牡丹 优美的刀身 让敌人误以为是花束 然而他却不知道 这另任将会终结他的比赛 AC-556 使用5.56毫米的弹头弹 AC-556 连发能力优秀 射速较快 是一把综合性能优异的部枪 CF-05 枪身紧轻 但却携带较多子弹 是全新的实用性冲锋枪 KAC采模 性能优异的KAC机枪 配以华丽的采模土装 让他在战场上更加大放异彩 MK-5双雄 采模 爽快的双持MK-5 配以绚丽的采模土装 让无数战士都想拥有它 采模手套 华丽外形 拳拳倒肉的手感 都使它成为近战武器的不二之选 铁链锤采模 以破坏力著称的铁链锤 配以采模土装 更显霸气狂灭 新增全新角色 飞虎 是某东方大国的秘密特夺部队 它们平时 各个都是如飞虎般飘逸 神兽敏捷的女子 一旦接受任务 就变为利刃 直插敌人心脏 穿越火线全新版本 羊羊总动员 屎 girlfriend 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